林志颖车祸后手露面,神采意状态好,本人回应,肯定有寄安全带 林志颖带着儿子驾车过程中出车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,林志颖经过了数次手术进行治疗,状况曾一度令人担忧 近日是林志颖48岁的生日,他终于露面了,家人还特意为他举办了生日仪式 照片上的林志颖穿着白色T恤,面带微笑,看起来心情很好 一旁的陈若仪也笑得很开心,想必是为丈夫手术顺利,终于能够回家团圆感到高兴 三个孩子虽然没有露脸,但是也都陪伴着爸爸 一家人经历了这么大的车祸之后终于团聚,还是非常值得高兴的 林志颖说,这次住院能恢复得这么好,最要感谢的就是他的妻子陈若仪,多亏了他一直悉心照顾自己 他申请表示,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,我很爱你 不少粉丝都很激动地表示,林志颖终于出院了,恭喜,以后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,保护好自己 林志颖车祸的很多问题还没有解释清楚,这次接受采访的时候,林志颖也回答了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其中问的最多的就是林志颖到底有没有系安全带 林志颖说,虽然我对车祸的印象已经不是很深刻了,但是能确认我一定是系了安全带的,否则车子会一直大叫来提醒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